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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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什么要施打疫苗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预防生理治疗这件事我想大家都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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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針會造成發燒 我們就延緩幾天沒有關係 那第二種狀況就是說 小孩子有生病 但是處在非常嚴重的時候 例如說他正在抽筋 或是很嚴重的傷肚下瀉 或是在吃一些比較特殊的藥物 那我們可以延緩施打 那第三種就是說 小朋友假設曾經因為打這種疫苗 他造成有一些比較嚴重的副作用 或是有不良的反應 那我們就可以考慮不要施打 那基本上小朋友來施打的時候 我們醫生都會給你做一些詳細的評估 所以家長不用太擔心 你放心把小孩子帶來 我們就會給你做好的檢查 那能不能施打 我們就會告訴你 常規疫苗有哪些 卡戒苗疫苗 可以預防結合性腦墨炎等嚴重的併發症 出生滿24小時的新生兒 就需要開始接種一劑 B型肝炎疫苗 可預防B型肝炎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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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小時出生內 盡速接種 日本腦墨炎疫苗 預防日本腦墨炎的發生 年滿15個月的幼兒 就需要開始接種 就需要開始接種第一劑 5合1 預防麻疹 預防麻疹 腮腺腺炎 和德國麻疹 第一劑 在幼兒滿1歲 就需要開始接種 肺炎戀球菌疫苗 感染肺炎戀球菌後 最常造成中耳炎 鼻痘炎 肺炎等 嚴重可能出現高燒不退 呼吸困難 甚至危急生命 耗發於5歲以下兒童 及65歲以上老人 家長需特別重視 自肺疫苗介紹 輪狀病毒疫苗 感染輪狀病毒會造成嘔吐 發燒及嚴重腹泻 主要感染對象為 6個月至2歲的嬰幼兒 可以口服輪狀病毒疫苗來預防 A型肝炎疫苗 感染A型肝炎病毒 容易引起急性肝臟疾病 少數人因為感染A肝後 變成猛爆性肝炎而死亡 施打疫苗 是預防A肝最有保障的方式 施打後的注意事項 一般打完 預防針之後 比較容易發生的事情 大概就是所謂的發燒 不過原則上這種燒不會太久 大概就是戒在一天 點多到一天出頭 那萬一如果燒得太久 就要帶回來給醫生看 那另外比較可能造成的問題 大概就是有一些 因為局部疼痛 然後瑕疵會造成一些比較 哭鬧不安 或是說有時候小朋友會比較 失碎 或是肆意變得有點 減弱 但是這種情形 都不會持續太久 那萬一有發生一些比較嚴重 就是像舉例說抽筋 或是說瑕疵 或是一些嘔吐 甚至意識比較不清閒的狀況 那絕對是要迅速地帶來給醫生看 只要你到一些合格的醫療院所 經過專業醫師的審生評估 打預防針基本上是安全的 對你的小孩子是比較有保障的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對啦 你家小孩上次生病 現在身體好多了吧 好很多啦 而且現在都帶去打疫苗喔 是喔 那你都帶他去哪一家醫院打疫苗呢 是去童中和醫院打的 在二樓的健兒門診 有專門的醫師提供疫苗的醫療服務 醫師諮詢完過後會告訴我們 打完疫苗需要注意哪些 可能會輕微發燒 虛弱 若有不適 卻需要立即回診 那科醫師諮詢完過後呢 就可以到地下一樓小兒疫苗注射室 試打疫苗喔 小孩的身體健康真的很重要喔 小孩的健康是父母的快樂喔 我們會不會太晚了 會不會太晚了 會不會太晚了 整個部分 會不會太晚了 會不會覺得想要拿著 神經病 會不會太晚了 會不會太晚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